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阳,和咱们继续逛狗市啊 这边围观了很多人,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哦,这是一个大叔带过来的一窝 啊,川虎啊,就是咱们说的苏联虎 也叫它莱州虎啊 这边一共有十一二条 哇,这个狗真能生啊,生了这么多 来,好,给大家看一下 啊,现在有四十多天了 啊,现在已经断奶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小狗仔 啊,外边这几条啊,比较大,比较调皮一点 里边的啊,比较小一点啊 这是一窝一窝,下了十二条 啊,这是一个大爷带过来的 这边地上栓这条,这是小狗的父亲啊 看他的毛色,啊,看他整体感觉 比较听话啊,大爷一个口令 握下,马上就握下了 来看这条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条啊 大一点的 从毛色啊,从体型啊 啊,从头版啊 这就是标准的苏略红的样子 啊,比较喜欢这条 啊,粉丝留言说啊 想看穿红 这就是标准的老款的穿红 来,给大家好好看下这小狗 看这小狗 啊,黑油油的啊 黑油油的 哇塞,好,往这边看啊 这边啊,这边是一个大爷带过来的啊 啊,两条穿红啊 这是两条肿狗啊 啊 啊,这边还有一条肿膜啊 大家能看清楚吧 啊 好像这边是来找事的 啊,大家好好看一下 啊 哇塞 一不小心啊 二条一就开始了 啊,这场面太激烈了 大家好好看一下 哇塞啊 啊,把那个母犬弄过去了啊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啊 这就是人古话说的 啊,为了一条母狗啊 开战了啊 哇,太凶了 哇塞 好,哎呀 好,拉开了,拉开了 啊,还算可以啊 好,咱们继续往这边看啊 这是一条啊 这是一条中亚啊 这是一条母犬 啊,虎皮色的 青虎皮色的 这是一个大树带过来的 个头有点低啊 个头太小了 这是一个有一年零两个月的一条种母 这个大约要价一千五 啊,中亚是中亚 但是个头太低了 啊,这个已经不值钱了 这个对于我来说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肉价啊 看有没有喜欢那种中亚比较猛的猛犬啊 好,咱们往这边看啊 这是一窝鸡毛啊 鸡毛今天啊 这窝鸡毛 怎么来说的 这鸡毛很一般啊 从颜色,从头版,从骨架 这窝鸡毛 我个人不推荐大家买这一窝 如果是要的话 不推荐大家买这一窝鸡毛 因为骨量太小了啊 看一下,这鸡毛是40多天的啊 这个鸡毛弄回去啊 长大以后 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尖嘴喉塞的啊 那这边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啊 也围观了很多人啊 看起来,离近的话 看起来是挺可爱的 但是这种狗你回去养大以后 它养不出一个什么型来啊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 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没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好,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